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女人有没有钱,看这几方面,非常明显,压根伪装不了。 三毛说,世界上的喜剧,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世界上的悲剧,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,人生在世,追求金钱就是一个大素人目标。 不过,与女人而言,是否有钱并不体现在银行卡的数字上,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,这几个方面做得好,没钱也会被人尊重、敬仰,若是不好,有钱也会被人瞧不起,看她花钱的态度。 其实,女人有钱还是没钱,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,尤其是她花钱时候的态度,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,一个女人有钱时,她花钱很大方,当然这不是说,她随便乱买东西,完全不经过大脑,而是她不会为一时的经济窘迫,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,有些方面她可以节俭,有些方面她还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,这就是她对金钱的态度。 这也是她常年保持的一种花钱习惯,但没有钱的人,很可能一开始就养成了斤斤计较的毛病,不管在什么情况下,她都要节俭,就连给自己买一件喜欢的东西。 也都舍不得,看她会不会攀比,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,越是没钱的女人,越爱对别人炫耀,本来一点点小事,也要被她无限放大,同时,她骨子里还很会攀比,这个朋友买了个包,那个朋友又去旅游了, 她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,甚至也想和别人买一样的东西,去一样的地方。 她这种攀比心态,不过是凸显了自己的穷,正是因为没钱,才会嫉妒别人,看着别人有点成就,她就不开心了。 而一个有钱的女人,绝对不会是这种心态,她的观念里,不会有嫉妒这个词。 别人好不好都是别人的事,她只会关注眼前的事情,看她的仪态是否大方,一个人的仪态,也是能看出这个人是否有钱。 有钱的女人通常会很注重仪态外表,这会让她看起来更有气质,就像流金岁月中的老太太,即使嫁到中落,她依然穿着得体,举致优雅,让人看上去就很舒服。 同时也能看出,她曾经过着优渥的生活,有钱的女人,她的仪态是大方的,举止是优雅的,她的举手投足间都会告诉你,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,而一个女人没有钱。 她就顾不上仪态这些,每天只为生存而奋斗,其他的根本不关她的事,说白了,还是对待生活的问题。 毛母说,人追求的当然不是财富,但必须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,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地工作,能够慷慨,能够爽朗,能够独立。 电影《真情假爱》里有一句特别实在的话,我并不爱钱,但我喜欢钱带来的独立和自由。 尤其对女人来说,始终保有赚钱的能力,便拥有应对生活的最大底气,而清醒的女人更懂得钱有澎湃力量,能帮助女人乘风破浪,抵挡湿水流年。 一个女人对钱的态度,会决定她后半生要走的路,有钱的女人有底气,与朋友聊天,她疑惑,我月入八千,连一千块的包都不舍得买。 我同时月入五千,却敢买两万的包,我真的纳闷,她怎么敢那样花钱?我明明比她赚得多了,反而不敢买。 探讨了半天,我们得出答案,说到底,还是因为穷,她月入五千的同事,有房有车,父母能富予养老。 能给子女有利的帮衬,同事的人生除了享受还是享受,即便遇到风险,也有家大业大的父母为她遮风挡雨。 朋友呢,要攒钱在城市立足,要考虑给父母养老,还必须囤笔钱,抵抗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。 有一次,她爸爸在浴室摔倒,进一趟医院,花了她两万元,想想父母见老,身体见衰,她每天都在担心,万一谁生重病怎么办? 她得替自己和父母遮风挡雨,怎敢随便花钱,想起一位独立女装设计师的话,我们客户个性潇洒又痛快,不需要询问别人的意见,不需要看负款人的脸色,需要做的就是挑选喜欢的衣服,付钱,然后气定神贤地离开。 看起来,这只是有钱女人自主买衣服的快乐,但背后更令人羡慕的,其实是财富力带来的无需担心当下,无需忧虑未来的底气。 毛母说,人追求的当然不是财富,但必须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,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地工作,能够慷慨,能够爽朗,能够独立,钱能壮胆,没钱只能坦德盘算,有钱却能云淡风轻,尤其是人生海海,不如以十之八九。 钱当然不能万能到消灭的风险,但能规避风险,也能在风险争来临时,不至于被命运揍得毫无还手之力,有钱的女人能让自己享受生活,更能守护家人平安。 有钱的女人更自由,读者求助,婆婆太强势,完全不让她这个妈妈教育孩子,她想一家三口搬出去自己带孩子,老公拒绝了,为此她和老公一直吵架, 我问她,搬出去当然好,然后呢,你离职回家带孩子,还是请保姆照顾,或者把一岁多的孩子送到托管幼儿园,她沉默了,我们都清楚,小两口压力大,需要老人帮衬,也就只能承受被管束的不自由,我们想要的生活需要钱,去梦想的路上,路费也很贵,很多时候,随心所欲的自由,必须借助金钱来掌控。 电视剧《俗女养成记》里的陈嘉玲,39岁,遇到两个危机,一个是起早贪黑奋斗了十年,却生之无望,一个是谈婚论嫁势,强势婆婆偏要决定她的婚房装修,婚纱款式,憋屈日积月船终于爆发,她自己都不能接受,自己奋斗多年,竟是为了进入婚姻受气,于是,她辞职,退婚,回了老家,她为何如此勇敢? 因为银行卡里的存款,给了她自由选择的勇气,她花钱在父母家附近买了房,装修成喜欢的样子,开心过想要的小日子,很幸福,在受气与畅快的人生路口。 钱给了她选择的自由,没钱步步受困,有钱则能带来最宝贵的东西,不求人,我可以选择加班到深夜实现工作价值,但也可以选择对无良老板说不维护自尊,前提是我不需要为几两罪银委屈求全, 一切都只为我高兴,我可以选择适当付出平衡婚姻成全爱,但也可以选择有足够的话语权决定在婚姻里的状态,甚至有底气决定是否进入婚姻。 这就是有钱女人的选择自由,钱,是女人最大的靠山,让她不必在生活里处处退让。 有钱的女人,有资本酣畅淋漓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,有钱的女人,有选择的权利。 华裔女星刘玉玲,说过一段圈粉无数的话,我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攒钱, 如果你有了这笔钱,当有什么意外发生时,或是有人强迫你,辞退你, 你就可以勇敢地对他们说虚拟的。 所谓的安全感,不过就是如此吧,在遭遇到不公时,有勇敢拒绝的权利, 在想转身离去时,有更多选择的余地,在受到委屈时, 有不依附任何人的底气,女人的安全感。 永远都是自己给的,当你努力赚钱,手里有钱,不仅可以想去哪就去呢, 还会有足够的底气,对不喜欢的生活,不喜欢的事物说不, 这种不用处处受制于人,不用事事提心吊胆的生活, 才是真的安心且自在,韩武纪一书中写到的。 经济如果不能独立,则啥子都不用谈, 一是住行全靠他人施舍,却口口声声,不愿做父赎品,挨抹大烟。 钱是一个女人最好的避风港, 有钱的女人不必再为物质所困,为了生存委屈求全, 那些钱的背后代表着自由和选择的权利。 能让女人在这俗臣凡事中爱得畅快肆意, 活得随性赎心,因此,女人一定要知道赚钱的重要性, 不用很有钱,但是真的不能很缺钱, 不用很努力,但一定要能养活自己, 只有这样,才能在天塌下来的时候, 用手里的钱给自己撑下一片天地。 要有赚钱的能力,任何时候,都要保有赚钱的能力, 靠山山会倒,靠水水会跑, 靠男人还得要求助命运的怜悯和依靠人生的方向盘, 终究把握在女人自己手里才保险, 所以,不要为了任何人轻易放弃自己的工作。 即便无奈失去工作,也必须时刻警醒, 锻炼并发展自己的赚钱能力, 这样,我们也才有底气, 不管命运把我们扔到怎样的岔路口, 也能随时翻身,随时安身立命, 时时刻刻,都要有自我投资的觉悟, 清醒的女人都懂, 我们要努力赚钱, 更要努力前生钱,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学习, 持续掌握新技能, 报班学习硬技能, 提升学历,提高谈吐, 投资健康, 培养修炼软实力, 提升格局,拓展人脉, 滋养能量, 当这些能力扎根在女人身上, 也就成了谁也拿不走的力量, 而一个会赚钱, 能钱生钱的女人, 在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地, 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, 女人要有钱, 一书中有句话说的好, 女人要青春, 要美丽, 要遇见好的婚姻, 更要有钱才会幸福, 靠姗姗会倒, 靠人人会跑, 黑暗之中, 连影子都会欺你而逃, 女人这一生, 要想底气十足, 就得努力赚钱, 要想无所畏惧, 就得经济独立, 无论什么时候, 都别放弃自己, 提升自己的技能, 保持足够的自律, 当你变好变富变优秀的时候, 你的圈子才会干干净净, 你的人生才会步步高升, 好好赚钱, 经济独立, 才是一个女人绝顶的精灵, 始终相信, 一个会赚钱, 会管钱的女人, 永远都不会过得太差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。